郭台铭在最后一刻弃选 无疑意味着郭柯王联盟的破局 柯文哲第一时间用震惊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而17号下午更上演了一场假灵表的闹剧 17号是申请参选2020联署登记的最后一天 下午5点半的截止时间已过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母亲突然现身中选会 由前民代黄文玲陪同 说是要替柯文哲登记 但是因为超时没有被受理 据台媒报道 柯文哲母亲由前民代黄文玲陪同 17号傍晚来到中选会 表示要帮柯文哲申请联署登记 但因为中选会已经宣布登记截止 所以没有受理 没过多久柯文哲也赶到中选会 早上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 你说对 郭台媒不选 这纯草包与菜包 你按台湾学院 结果我后来发现 最鼓励我选的是我妈妈 柯文哲说 前往中选会是为安抚母亲 因为柯母一直鼓励他参选 但他也再次强调 自己从没说过要选2020 当天台湾民众党也发出澄清声明 表示柯文哲并未登记 只是因为中选会有许多支持者 希望他参选 才会前往简单置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完诺 hack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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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